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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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Amanda 我是Kel 欢迎收看新一季的GES小学堂 Ground Second今年还有蛮多表款 都是根据自然的主题 然后在面盘上面做一些变化 像是他们今年庆祝 Seco 140 周年 薄金壳然后黑面的年轮限量版 然后还有今年全新系列 Series 9 的那一款白华木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 今年他们把二次节气的概念当作面盘的主题来做变化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是一个蛮重季节感的民族 然后根据不同的节气 他们可能也都会对应到不同的风物 或是会有不同的节气习俗 如果根据我们现在的时序呢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 春芬跟小鼠这两款手表好了 那这两款的话 其实他们的表款本身的基本型都是一样的 他们使用的表壳的话 其实都算是我们在GS表壳的分类里头的话 它算是比较接近初代GS的造型 那它在功能上面的话呢 它其实主要都是高正平的GMT 也就是9S86这一颗机型 那它们变化的部分呢 主要是在面盘还有一些配色上面 那春芬这一款的话呢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说它整个做的是绿绵的 它整个抓的那个概念是说 因为春芬其实它的时间的话是在3月的下旬嘛 差不多就是櫻花花开的时候 所以它这时候整个面盘上面给人家的概念 就是觉得说是那种深山当中 然后你看到山鹰的感觉 所以它整个看到绿色的面盘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山林的概念 然后里头那你说山鹰是什么东西呢 山鹰就是里头它的GMT指针 跟它面盘上面那个GMT的字样 因为它在这两个地方的时候用了玫瑰镜的颜色 就是Pinkgold很有樱花在花开的时候那样子的感觉 它是用这样子的一个配色来呈现出 它整个在于春芬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它这款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是在于说 它绿绵的部分 这个很深很深的绿色 可是你细看的时候可以注意到说 其实它面盘上面还是做了很细的质感 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GS它很擅长在面盘上面做一些 比较不规则 然后比较是乱束有机的一些纹路在上面 像我们这款如果你细看的话会注意到上面它有很细很细的十字纹 然后那个十字纹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织纹的感觉 它指的就是那种山林的质感在里头 其实讲到绿色 如果说我们在今年2021年的话 我们知道说绿色其实是今年很大的一个主题色 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品牌都推出了绿色的表块 那可是GS在绿色这一块的话 你会觉得它是跟风吗 没有正好相反 它在这里头应该算是超前部署的比较品牌 因为实际上你现在回去看 我们光是在GS里头 你今年有这一款 那你去年的话 你可能看到说它们机科的那一款也是绿色的 然后它们流利光源的第二款也是绿色的 你再往前推一点的话它们有绿孔雀 甚至你推到2016年它们在推出黑色陶瓷款的时候 它们的纪念款也是说绿色的森林款 在表界都还没有注意到说这个颜色其实很跳之前 它们又已经开始做了 甚至我们今天可以把举出一个例子蛮有趣的 其实SEIKO它们在2019年的时候 它们在日本当地推出过一系列的银座限定款 那这个银座限定款呢 其实是以SEIKO旗下的各个品牌 然后通通都加入 然后它们所锁定的主题就是说 其实银座那边很有名的路树是柳树 所以它们就针对柳树这个主题出了一系列的款 它们可能是绿色的面盘 绿色的指针 然后包括GS GS作为SEIKO旗下的一环呢 它是做一个绿色的面盘 可是它那个绿色面盘上面做的质感呢 其实是有点像之前TOKIO LION那一款上面 就是有一点像狮子中文的那种质感 然后它在那样子的质感上面涂上一层绿色 其实我个人觉得看起来很像海苔的感觉啦 所以可以知道说其实绿色的元素在SEIKO 是非常广泛的 那在今年的话 其实是在它们这条轴上面的延伸 那反而是今年整个趋势 好像终于跟上它们了一样 那为什么GS它们会在这么早之前 就一直选择就是一路都这样用绿色 来做面盘颜色的主轴呢 我想可能可以有几个原因啦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你刚刚提到的说 其实它们喜欢从自然去切主题嘛 那像刚刚我们举出这么多绿色的标款 其实有蛮大一部分它都是对应到说 比如说标厂的所在地 或是日本本身的一些自然风物 那在绿色的话对应到自然 其实是很自然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分的理由 那另外一部分的话 其实绿色它这个颜色在做 在做像是发色这件事情上 其实没有这么容易 不管你今天上用电镀的或上漆的 你要很漂亮的做出你想要的绿色的话 其实它良率不是这么高 那可是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说 SEIKO GS他们在面盘的工艺上面的话 累积的know-how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边做绿色 其实有点炫技的味道在里头吧 其实像我们之前讲到说 有关于他们在做窗红燕 就是红色的那一款流鼻光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有提到过 其实GS尤其是在他们今天进军国际了之后的话 其实他们特别着意地去经营说所谓的东方元素 因为你要知道说你今天这个表演是要往欧美那边卖的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东方这个元素就是他们自己属地的这个元素 其实非常有吸引力非常有魅力的 尤其是说二十四节期 其实最近已经被联合过教科文组织列为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所以其实西方对这个东西是刚刚好开始认识的时候 所以你把这主题加进去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有达到他们整个行销的目的的 而且你再考虑到另外一点 像我们刚刚不断地讲到说他们Nature of Time 就是他们在讲到他们有自然的主题这样 其实SEIKO他们最近的话其实不只是在产品面 他们在整个品牌形象上面都做了很多跟自然有关的 像比如说去年就整个重新新盖起来的那个罗大石的工坊 他其实找了魏远舞来帮他们盖他们新的表厂 那魏远舞其实本来就是很擅长运用自然的建材的 所以他们就是找了这样子的为建筑师 为他们的新表厂做了这样子的设计跟概念 其实这一切切都是回归到他们Nature of Time这个主题 那像我们刚刚前面你刚刚提到说 其实GS一直很擅长就是面盘工艺的这一款 就是其实他们过去也蛮常把例如说 像我们刚提过的自然 或者是他们表厂的地景 可能也蛮常被他们融入在表款里面 像他们05年那时候他们长野厂就出过一款 从盐高工坊看过去就是 穗高联峰山顶积雪的杏州雪白面盘 那隔年呢就是岩手这边呢 他们也出了一款就是拿石工坊看出去 就是他面盘做的很像那种 岩手山山脊概念的面盘 对所以其实如果以这个概念跟技巧来发想的话 其实他们今年小鼠这一款是不是也是相同的脉络 嗯对因为小鼠这个节气的话 其实差不多都在7月初嘛 那现在开始要入下了 那入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吹南风 那所以他就把那种南风吹在湖面上面 那个涟漪的感觉 就把它做成了这一款小鼠的面盘 所以你看到说这款小鼠的面盘上面 它是用很深的刀纹下去刻 刻横向的刀纹 然后整个上面就是有点白色带蓝的这样子的面盘 然后看到那个刀纹 看起来的时候就很像那个湖面上面的薄纹这样子的感觉 他们这是二十四节气 这四款里头这一款的话大概算是最写实的一款 他们其他几款的话 我觉得都还有一点那种很合适的那种感觉 写意不写实的感觉 可箱形之下的话这款我觉得是最具象的 就是你不管看照片看石表也好 一看会觉得说这应该跟谁有关 你就会感觉到说它想要表达那个东西 这是很明确的 其实像你刚刚提到说 他们可能从05-06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往这个方向去做 就做这种感觉好像手感比较强的 然后比较有机比较乱束的这样子的一个面盘做法 当然这个手感其实并不是真的直接刻 他们在模具上面的时候是用手刻的没错 可是他们用模具的话来翻出这样子的面盘 其实他们这东西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可是你注意到说其实GS在这几年的时候 在处理类似的这款面盘的做法的时候 他们加入一些新的不同的做法 像你刚刚前面有提到的就是说 像比如说白花木 又或者说像是黑色面轮 像这几款 然后包含像这一次的小鼠 这三款的话 你会注意到说它面盘的那个颗很特别深 它已经深到说就是人家讲那种 浮槽痕迹的感觉了 看就一刀一刀一刀下去 就是很明显就很粗犷的质感做出来了 像这个的话我觉得是拿来表现自然的主题的话 我觉得那个深猛的感觉是蛮好的 那如果回归到做法上面的话 其实我选择了这样子的做法的话 我在制程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像我会觉得说 如果说你真刻痕刻到这么深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它们整个面盘的材质 可能都有必要加厚 因为要是用原来太浅的那个面盘的话 你可能刻一刻就刻穿了 再者就是说 当你今天面盘上面的那个凹凸落差这么大的时候 你要想你这面盘上面你还需要装石标 你还需要印字 那落差这么大的时候 如果你石标直接印上去 其实那个字高高低低的它可能会糊掉 可能那笔话会歪掉 那它们怎么做 它们在上面涂了一层很厚的青漆 一层一层透明漆上去 然后涂到说可以把它原来上面的那些层次 整个全部都涂平了之后 然后再抹一层 让它的表面变平了之后再去印字 你一方面看得到说它表面其实凹凸凸凸 可是事实上它那个印字其实印的又是非常干净 好像飘在上面一样 那这做法其实讲起来好像很容易 可是其实你要知道说 青漆涂到这么厚一层的时候 你可能会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它可能会有气泡 它可能会有气泡的话 那一支盘子就飞掉了 你就不能用了 那另外的话它可能会有 它可能会起雾会白化 所以为什么说 其实这样的做法好像大家都知道 可是做的人却很少 因为它两率很低 可是GS就是说我们刚刚提过说 其实它们在做面盘这边 就是非常有一手就对了 所以它们不怕做这样子的面盘 做出这种就是效果 然后用很高超的技术去达成它们要的这个目的 GS它们过去蛮少出现就是套表这样子的形式 就是你觉得它们今年会把二世节气 拿来当作套表主题的原因是什么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今天要做套表的话 其实有几个先决的条件 第一个你要有一定的市场基础 因为你一出来就是一系列的 不是像什么你一支一支 卖得好卖不好其实真的一支承受而已 可是你一套出来的话 万一四支都不中的话 那其实你们的损失是很大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其实一支一支表达家就一支一支买 可是如果你出一套的时候 尤其像这种主题很明确的时候 其实会激起大家想要收集的心理 而且其实我觉得 更令人有点好奇的是说 因为你看其实像我们现在看到的 头四款C头 它们基本上表格的造型是都差不多的 可是它们后来新加的第五款跟第六款的时候 它们跑去做女表了 而且是表格颗星很不一样的女表 那就我们要好奇说 如果接下来你们持续出下去的话 你们会不会把更多不一样的颗星 甚至把不同的功能加进来 假设今天你出到 比如像夏至 感觉有很热情的节气 那如果你出一支潜水表 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出个什么比较跳一点的颜色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些对于我们喜欢它的人 或者你今天看着这一整个系列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强的一个预期的心理 所以你会注意到说其实很多就是受欢迎的品牌 他们其实就很勇于出套表这样子的事情 那种收集的形态本身对于说 整个市场上面对于这个品牌的一些形象 或者是一些热度 其实也都很有加成的作用 所以其实我觉得说 GS他们这次敢推出这样子的套表的话 其实我觉得他们就是观察说 其实他们市场已经够成熟了 而且他们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 其实那个基础是够高的 所以发行这个的话表示说 其实他们现在对自己的自信是越来越强的